其实,中国南南要想在2008年实现出货 除了需要王志志等老将的经验外 易建连领先的新生代门的冲进也同样重要 本次总决赛是易建连的最后一次CBA总决赛 夺冠再走,阿联下一个姚明 这是球迷们送给阿联的标语 而这一切随着比赛结束而成为了美好的回忆 阿联并没有完成自己以及球迷的心愿 他所在的广东队输给了八一队 在他之前,大志和姚明都是在夺取了CBA总冠军之后 才加盟NBA的 但阿联并没有继续谈的故事 也许是对自己的队伍太有信心了 也许是太渴望赢一场胜利结束自己的CBA征程 易建连对这次失利感到非常遗憾 不是一点遗憾而已嘛,非常遗憾 比赛当中可能球员也是太想拦着冠军了 这联赛已经结束了 觉得只能说我们要从头开始了 不要因为这个一次的一个挫折失去这骨气 在没有王志志的CBA 易建连没有品尝过失败的资料 可是有了回归的王志志连续无偿总决赛 易建连的优势大打折扣 即将登陆N边 易建连应该也明白 这次的总决赛失利 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的路上有更多的挑战 等待着它 这一刻 曾经让数以亿计的球迷 为之振奋与惊喜 因为球迷们看到了中国南兰的爆发和希望 中国南兰在姚明王志志的带领下 日趋成熟 也才不断地涌现出一批优秀的 又潜力的年轻人 而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肯定 是被球迷们寄以厚望的易建连 而就在刚刚结束的CBA总决赛的前两场 出现了一群以往完全没有的观众 他们是来自NBA的观摩团 里面有NBA球队的高层管理人员 也有一些经验丰富的球探 NBA怎么突然对CBA总决赛 产生这么大的兴趣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广东队的易建连 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希望之心 作为即将登陆NBA的第四个中国人 易建连原本想用第四个CBA总冠军 为自己的CBA之路画上完美的句号 然而现实似乎有些遗憾 但易建连在联赛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了 他有实力去参加即将开始的NBA选训 易建连的篮球之路可以说是比较顺利 因为他年少时多次被送往德国和美国的篮球训练营参加集训 接触到的都是最为先进的篮球理念 2004年易建连就来到美国NBA强队 马次队的大本营圣安东尼奥参加篮球精英训练营 营中汇集了世界各地有篮球天赋的年轻人 NBA现役球员中就有加内特 诺维斯基等人在这儿锻炼过 教练坎巴是意大利人 他在1979年到1992年之间直交意大利队 并且带队获得了1980年奥运会的亚军 名叫加健将就是篮球精英训练营的模式 易建连在这里所感受到的篮球氛围 是他不曾体会过的 我觉得这种训练对我很大帮助 跟全球的一些都是一些高手 感觉自己在这训练里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的东西 在各国年轻的篮球好手当中 2米12的易建连表现得非常显严 美国媒体和NBA球探的关注 随着易建连的成长在逐渐升温 在训练营即将结束的时候 所有的队员组成了一支国际联队 和美国高中联队打了一场比赛 虽然在这场比赛中 易建连的表现不是特别突出 出场28分钟只得到了7分和7个篮板 但是教练坎巴对这个中国小伙子 还是非常的看好 就像当时训练营的教练坎巴所说的 现在的易建连已经成长了一个出色的运动员 对于踏上NBA征程 他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再加上姚明王志志 为他打好的NBA前站和良好的舆论分威 易建连更加清楚地知道 自己去NBA还应该学习 如果易建连成功登陆NBA 那么与相同位置的顶级球员竞争 对易建连来说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更是登陆NBA后给他成长空间的开始 他自己很清楚这一点 不断的一个去进步去成长 都需要慢慢去加强革命的身体和技术 革命都要加强 小时候的易建连 还看不出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 不过他父母将近1米85的平均身高 也注定易建连是个大哥 小阿联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高也一路疯涨 到初一的时候 他已经长到了1米90 但即便是这样 手球运动员出身的父母 也没有打算让易建连从事体育专业 就希望他能够首先一点的读好书 读一点书 其实体育方面就是看以后的发展 1999年的夏天 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易建连走进了篮球世界 从此中国篮球又多了一个出类拔萃的球员 今天夏天都会搞很多一些三个比赛 然后就参加了一次吧 然后从就通过那一次 然后一个身体教育的一教练发现了我 凭借出众的身高 优秀的身体素质 2002年12月 在易建连开始正式打球的第三个年头 年仅15岁的他 被招入了广东宏远一线队 开始了CBI的争承 广东队和吉林队 在2002年到2003赛季的这场比赛 是易建连在CBI赛场上的厨子秀 起初他和队友的配合还有些生疏 第一个进球之后 易建连就一步一个台阶 逐渐在CBI的赛场上 确立了自己的背景 初来乍到的那个赛季 易建连作为替补队员 随队获得了联赛亚军 并荣英最佳先人 2004年广东队得到联赛冠军 易建连自成为最年轻的全明星球员 2005年 易建连已经成为广东队的绝对主力 并且成就了广东南篮的三连冠 他在CBI的篮球生涯 也迈入了顶峰时期